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方姐 我刚从塔山回来 然后得知我们村 又进来一户回春拜年的 然后他们是从湖北黄石回来的 他们是什么时候回去的 18号是吧 应该是18号还是19号 他们本身是居住在我们少阳的 然后是20号左右回那边拜过年 他们是大年初二回来少阳的 然后今天来我们这边拜年 然后我觉得这样是不妥的 你看只有几户人家 我们村也是一个这样波及型的村 然后进来就没有人知道 因为看很多村庄都已经是在封路 我们村因为只有几户人家 所以没有封路 没有封路主要原因就是 每家每户都已经互相通知了 不允许外来人员再过来拜年 然后我们自己也就是说 来几个人车子一进来 我们直接就是在家里就能看得到的 没想到今天就是他们湖北黄石 而且是大年初二回来的 不是已经封路了吗 他们怎么能回来呢 所以我现在要去组织大家 把那个村口的路给封了 因为这个事情可是不能少看 因为你看我们是住的那个山顶上 然后这个是山底下 山底下就是村口 村口这下面还住了两户人家 所以其他的所有人口都住在山顶 都天黑了快要 这上面住的就是我们一家 然后大概就是六户还是七户 这下面两户总共是九户人家 然后这外面是一条大马路 这里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上坡的行事 因为马上天黑了 就是把村封路的事情肯定是明天做 而且我们是要比较科学 比较理性的去封路 我们所隶属于旁边的一个大村庄 然后旁边的大村是很大的 我们这个是一个小组 然后来到这下面就有广播在广播 你看我们到这里了 然后这里有个喇叭在这里播放 就是播放 但是我们村庄在那个上面 它现在是在这个下面 我看一下这个喇叭 这个喇叭在这里播放 你看大货车 这是我二叔家的大货车 我找到我大哥了 我问他看他情况怎么样 你哥你哥怎么样 他周星怎么样 是啊他已经走五百位了 因为要大事捐车安全坐下 他应该要远的开始 去捐车一下 对 他有什么感染 现在我们半年 为了全村感染 我们在哪里都没开的 也不允许外来人 到我们村里来半年的 昨天已经挨家挨户去 跟所有的就是村民去讲了 就是我们不要让亲戚再进来 我先看一下 他们说今天早上已经把路拦好了 他们就把这把东西 路就拦到这么近啊 不是拦到村口去吗 这也太近了吧 多追点 你看他们都拦到这 就拿几个阻子 但这不是被别人拖走了吗 不能加 我人是能够快得过去呀 咦 他们今天拿竹子 写了一个牌子 嘿嘿 镜子入类 咦 这样车是过不去了 人还是能过去 你看我们的那个广播还是在播 提醒大家要戴口罩 我们村呢 其实还是挺自觉的 都没有人出去 然后现在 现在就是车是进不来了 这里挡着 车是进不来了 但是人还是进来 但我们基本上也没什么人进来 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几户人家 然后也爱家爱户通知到 不允许自己亲戚来家串门 然后他们基本上每个村也都风吹了 都不会来来家串门 然后在此也呼吁所有网民 就是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大家都自己好好的待在家里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拜拜